端午节就快到了 高雄市老人公寓呢 就特别举办了一场 室内龙舟趣味竞赛 邀请到长辈和幼稚园的小朋友 一起来比赛滑龙舟 不过这个滑龙舟的传奖呢 很特别 因为用的是扇子 场面是热闹又有趣 龙舟比赛开始 长辈们站在水道旁 拿着扇子用力扇水道里的小龙舟 小龙舟被扇出来的风 推着往前滑抵达终点 大家都开心的不得了 这样好不好玩 好玩 第一次这样子玩 第一次玩 我特别都不想起来 今天就进步了 进步了 很好 很开心 我就这样随便算 还是一样 就滑很快对不对 对对对 很好很好 删得好的龙舟一下子 就到达终点 但是有人怎么删 龙舟就是跑不快 不过幼儿园的小朋友 还是一样卖力的 为阿公阿嬷加油 场面像真的 龙舟赛一样 加油 加油 连在下面 那下面都是水 可能是 后来还是山道的 因为我的力量太大 他会怕 平常练习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快 可是今天正式比赛的时候 都非常的快 甚至都比我们还快 端午节滑龙舟 高雄市老人公益 特别在室内 举办趣味龙舟赛 志工们特制水道和小龙舟 让长辈用扇子扇龙舟 感受龙舟赛紧张刺激的气氛 底部的话 它是除了乒乓球之外 就是有福利之外 就是有磁铁让它保持重心 这样扇起来的话 它会比较轻松 也比较不会倒下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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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长辈卖力山龙舟 还有小朋友的加油声 也让长辈更有动力 参与活动 老幼共荣 让气氛嗨到最高点 好高兴 有小朋友加油 我们凤山医院 一直都有在社区 做一些待见交流的一些活动 那我们希望银法族 能够借这样的机会 能够更活络 正式的龙舟赛 大多是在室外开放水域进行 对长辈来说难度有点高 而在室内安全的环境下 长辈一样能够感受 龙舟在水中尽速的快感 获得意想不到的乐趣 港东新闻李毅清 赖昌邦采访报道